第3861章《我就是天》 我是史丹妮 我是波士顿财团的子侄 我是你们请过来的千亿外资决策者 看到慕容若曦的手机被打掉 史丹妮知道汪一珍已经失控 义军手下也都变成了猎狗 他只能不断重复自己的身份 让对方有点忌惮 接着又对汪一珍吼叫一声 汪一珍 你今天一定会后悔的 后悔 汪一珍摸摸脑袋还没擦前进的鲜血 死光头 你才会后悔 打伤了老子 你波士顿财团的子侄名头不好使 甚至我把你弄死了 波士顿家族也不会过多怪责 谁叫你为了一个贱人 跟我翻脸跟我动手 我劝你 还是好好想一想 让你妈拿出有价值的筹码 换你一命吧 汪一珍皮笑肉不笑 不然你这辈子都要在航城的地下室 凄惨度过 腹白貌美 大长腿美女 他们也都对史丹妮露出了戏血 嘲讽她自以为是 嘲讽她不值得 史丹妮宁笑出手 汪一珍 别得意 我告诉你 老子今晚死不死不知道 但你是一定要倒血霉 汪一珍不以为然 别说在航城 就是在神州 也没几个年轻一代 能让我倒血霉 史丹妮喷出一口肠气 那你就等着吧 死到临头还嘴硬 汪一珍一舔嘴唇 喝出一声 废了他们 大鼻子青年 带着狐朋狗友 再度冲了上去 大批西装猛男 也都黑压压跟随 七八个外籍男子 虽然第一时间保护史丹妮 但早已经受伤的他们 根本挡不住潮水一样的对手 人墙瞬间被冲得七零八落 躲在后面的漂亮助理和法务 也都花容失色倒地 尖叫嚎哭四起 混蛋 慕容若曦及时拉着史丹妮 后退了几步 才避开砸过来的木棍 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 一直盯着慕容若曦 以为她要跑路 就盲手指一点 堵住慕容若曦 别给她跑了 大鼻子青年带着十几号人 如狼似虎冲前 慕容若曦怒吼一声 我刚才已经报警了 你们还无法无天 全都要付出代价 她知道汪一珍的身份 希望用警方压一压 至少赢取一点时间 他们算个屁啊 汪一珍不懈地哼出一声 莫我点头 他们连豪房酒店的大门都进不了 动他 大鼻子青年 他们宁笑着逼向穷途末路的慕容若曦和史丹妮 动他先从我尸体上踩过去 原本已经气喘吁吁的史丹妮突然吼叫一声 他猛地冲前掀翻了几个对手 接着一脚踹倒了大鼻子青年 他还抓起一张凳子 横冲直撞撞开了一条血路 凳子轮得跟风火轮一样 把好几个西装猛男砸翻在地 这还不够 史丹妮又丢掉凳子 抓起一大片碎裂的茶几玻璃 发疯一样挥舞逼退了十几号敌人 他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路 慕容小姐 快走 快走 史丹妮把慕容若曦往门口一推 我来断后 慕容若曦动作微微一致 史丹妮嘶吼不已 快走啊 汪义珍他们已经失控 他们真会轮了你 他心里已经清楚 汪义珍连他都下狠手 慕容若曦落在他们手里 绝对没有好下场 这一刻 他已经不去想慕容若曦跟叶凡的关系 只希望自己的全力以赴 能够换取他的安全 这也让他爆发出最后的实力 在玻璃碎裂后 身子猛地移踪 砸翻了冲前的四五人 人仰马翻 接着史丹妮又爬起来 拿着一块碎裂玻璃 挥舞压制大鼻子青年他们 一个人 用发疯的态势 挡住了几十人冲击 史丹妮再度对慕容若曦喊叫 快走 快走啊 我没力气了慕容若曦牙齿一咬 踹飞几个人 迅速钻出虚眼的大门 大鼻子青年 他们脸色巨变 嘶吼着潮水一样冲前 汪一真没有半点波澜 只是发出了一条讯息 啊 史丹妮死命 丹妮死命挥舞狭长的玻璃 迟缓大鼻子青年 他们推进 鲜血从他执掌之间不断流下 可是他却一点都不在乎 他一边高兴 慕容若曦即将离开 一边对着汪一贞等人狂笑 来啊 来啊 来玩命啊 砰 就在这时 一只拐杖敲在史丹妮的腿弯上 史丹妮身躯一晃 没等他反应过来 脑袋又是砰的一声 被砸中 一个酒瓶砸中了他 史丹妮本来就颤颤巍巍 这一杂 顿时身躯一晃 扑通一声倒地 他刚要挣扎爬起来 刚才那只拐杖 又狠狠敲打在他的手臂 史丹妮吃痛闷哼一声 跌落了玻璃 还没等他做出下一步反应时 一只脚立刻砰的一声 踹在他身上 史丹妮身躯一晃 重心摔倒在地 趁着这个机会 大鼻子青年他们一涌而上 刚才史丹妮拿着玻璃 让他们憋屈 现在找到机会 就很拉下手 他们对着史丹妮毫不留情 一顿猛踹 七八只脚雨点一样落下 史丹妮请客就投破血流 老东西 史丹妮双手抱头 承受暴风雨一样的轰击 还瞄了一眼 偷袭自己成功的 慕容老太君和慕容苍月 汪特使 不要冲动 不要再打了 史丹妮少爷怎么说也是外商 还是波士顿财团的子弟 真把他打死 大家不好交代啊 是啊 有事好好商量 没必要这样下死手啊 汪特使 给我这把老骨头 一点面子吧 真把史丹妮少爷打死了 我怕是也要人头落地啊 看到大鼻子他们对史丹妮全打脚踢 原本躲起来的航称大佬 和豪方酒店老板 又跑出来劝告汪一真 他们也不想管这个闲事 还容易被汪一真迁怒 但是丹妮真死了 他们绝对要背锅 正在看戏的汪一真 对着他们怒斥一声 全给我闭嘴 你们这些老不死的 别多管闲事 不然连你们一起收拾了 波士顿财团又怎么了 一个被挤进流放出来的子职 在波士顿财团那里 有什么重要性 波士顿财团 会为一个顽固子弟 跟我死磕 就算波士顿财团脑子进水 要为了这个废物 跟我死磕 我只要不出去 一辈子在境内 他能耐我何 汪一真毫不客气 给了他们几个耳光 全给我滚一边去 再多管闲事 别你们一起收拾 汪少 我们把慕容若曦赌回来了 在几个行程大佬 捂着脸无比悲催的时候 乡房大门再度打开了 还伴随着一股子兴奋尖叫 接着史丹妮他们就看到 十几人把慕容若曦逼回了厢房 显然外面也有汪一贞的人 他们像是猎狗一样 把慕容若曦赶回厢房 还带着邪恶笑容 重新关闭房门 大鼻子青年 他们拖着史丹妮向前 也都带着猎人 看到猎物的笑容围上去 慕容若曦喝出一声 汪一贞 你太没有人性 太不是东西了 汪一贞文言喷出一口浓烟 盯着慕容若曦玩味开口 跑啊 跑啊 你不是很能跑吗 我看看你现在能跑去哪里 汪一贞宁笑不已 我说过 今晚我完定你了 神仙都护不住 慕容若曦声音冰冷 你眼里就没有王法吗 汪一贞嗤之以鼻 在这里 老子就是王 老子就是法 轰 就在这时 只听大门当的一声跌飞 一个人引入泰山压顶一样 带着窒息感冲入了进来 砰砰砰 五名西装猛男躲闪不及 直接被不速之客撞飞出去 倒在地上 口臂喷血 来人没有停歇 又是一步踏出 咔嚓 一连串的脆响中 五人先后发出惨叫 啊 他们的脑袋 全部被不速之客 一把扭断了 接着一个霸道十足的声音 响出了全场 你是王 你是法 那本少就是天 史丹尼心头猛的一颤 红肿的双眼瞬间睁开 恶魔 来了 第3862章 你做得很好 史丹尼的视野中 正是一脸淡漠的叶凡 这一刻 史丹尼感觉眼泪都出来了 自己也不知道是害怕 还是兴奋 只是觉得自己赌对了 汪红图却带着几分醉意怒吼出声 弄死他 干 对他的保镖下手 还是直接弄死五个汪红图 自然不 能忍受杀 几乎是指令一下 大鼻子等人就吼叫着冲向了叶凡 五名西装猛男的横死刺激了他们 几十根棒球棍和酒瓶高高抡起 慕容若曦止不住喊出一声 小心 叶凡却脸上没有半点波澜 一脚对着厢房内跳钢管舞专用的钢管一踹 咔嚓一声 三米的钢管断成了两截 叶凡反手一抄 一扭 咔嚓一声 下半截钢管落在手里 接着他对着冲过来的西装暴徒他们狠狠一扫 轰的一声 十几号人被钢管扫飞了出去 不是腰断了 就是腿断了 无比凄惨 叶凡没有停歇 反手又是一扫 又是十几号猪鹏狗有脑袋被打中 宛如指扎人一样跌飞 他们手里的棒球棍和酒瓶也都四处乱飞 这让大鼻子等人脸色慌乱后退了几步 只是不等他们太多思考 叶凡又踏出了一步 钢管狠狠一扫 十几号汪式骨干小腿咔嚓一声 接着剧痛无比倒地 哀嚎不已 勉强躲过去的大鼻子青年 惊呼一声掉头就跑 他速度很快 只是刚跑出几步 后背就疑痛 随后整个人就向前一扑 倒在玻璃渣上面 大鼻子青年顿时满脸碎片嚎叫 十秒不到 向叶凡冲松的几十号人全部倒下 不是手段就是腿段 口鼻喷血 失去战斗力 几名汪式枪手嗅到不对劲 下意识掏出热武器指向叶凡 不准动 话音没有落下 钢管就当的一声 再度断成四五节 把他们连人带枪射翻 肩甲碎裂 身子见血 再无开枪能力 翠枯拉朽 啊 这一刻 不仅汪一针一伙人震惊不已 史丹妮也是瞪大了毛子 这他妈的怎么可能 一脚踹断了钢管 一手扭断了底盘 再扛着实心的钢管横扫几十人 鲁制身附身啊 他们实在没有想到 世上有这样野蛮力量的家伙 他们更没有想到 看起来弱不惊风的叶凡 能够横扫无敌 腹白貌美 大长腿美女呼吸急促 微微颤抖双腿后退了几步 身子软的都快倒下去 几个姐妹也是下意识贴紧 抱团来缓冲叶凡的窒息感 若曦 你没事吧 对不起 我来迟了 叶凡却看都没有看汪一针等人一眼 只是把慕容若曦搀扶了起来 让你受惊了她知道 慕容若曦今晚来见慕容老太君 她虽然觉得老东西肯定没好事 但还是没想到 会是这么凶险的局面 慕容若曦苦笑一 生 是我任性 非要来这里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连累你 又卷入这场冲突 她的毛子多少有些担心 尽管叶凡如此凶猛 但现在面对的是汪一针 比前家姐妹更加凶横的主 叶凡一笑 怎么说你也是我下过聘的人 我来救你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何须这么客气 今晚这一场冲突更不算什么 而且我还会替你连本带利 讨回今晚的血债 叶凡声音轻柔 不管什么人 她今晚都死定了 想到刚才一伙人猎狗一样围堵慕容若曦 叶凡淡漠多日的心 又腾生出浓郁杀意 反 慕容若曦生出感动 随后望向鼻青望向鼻青脸肿的史丹尼 叶凡 今晚她帮了我不少 叶凡眯起眸子扫视史丹尼 有些熟悉 你是哪一位 史丹尼微微激动喊道 叶绍 我是史丹尼 波士顿财团的子弟 以前在宝城咱们误会过 叶凡一拍脑袋想了起来 钱勇冠军是不是 他招惹的人不少 处理过的对手也很多 想不起史丹尼是啥玩意 但波士顿子弟还是知道的 因为钱勇一百米 几十号人全部淹死 就一个史丹尼活下来 史丹尼连连点头 对 对 我就是那个 钱勇冠军叶凡微微汗手 你今晚做得很好 史丹尼文言差一点眼泪都飙了出来 这简单一句 不仅意味着他逃过了今晚的劫难 还可能一飞冲天 他当初在宝城冲突后 是想要报复叶凡的 结果被母亲左右开弓打成了猪头 还被警告叶凡不可招惹 史丹尼不幸邪地打听 还请出了燕明后 想要对叶凡深度了解 结果燕明后也没有太多废话 只说叶凡的实力 踩死他燕明后就跟踩死一只鸡一样 也就是这一句话 让史丹尼彻底放弃了报复念头 也让他对叶凡能量有了充分认识 连燕明后都能轻易踩死 那他这个波士顿外放子直 就是跟蚂蚁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现在得到叶凡的认可 他突然觉得今晚遭受的痛苦 都是值得的 不过他还是挤出一句 我做得不好 没有彻底保护慕容小姐安全离开 尽力就行了叶凡拍拍双手 望向了汪一珍等人 上半场已经结束 下半场就让我来吧 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文言利和 王八蛋 汪特使在这里 谁给你胆子这么嚣张的 小子 有点道好啊汪一珍没有马上动手 只是叼着雪佳凝笑 你这一手蛮力 整个行程估计都找不出五个 你算得上现代鲁之身了 可惜你得罪了我 汪一珍 得罪了你这辈子都需要仰望的人 这就注定你要完蛋 不过如果你能说服你女人 给我好好玩几天 我可以废掉你四肢 让你跟一条狗一样狗活 他微微一条下巴 怎样 我的提议动心不动心 富白貌美大长腿喝出一声 汪特使这么开恩 还不跪下来叩谢 汪家子侄真是一个不如一个 叶凡看着汪一珍戏血 你看不透史丹尼跟你反水 难道也不掂量掂量 我为什么会让他忌惮 汪一珍嘴角牵动了一下 一个波士顿的流放子侄 他忌惮的人 在我眼里就跟一只蚂蚁一样渺小 口气不小 叶凡不知可否笑道 可惜只是没有脑子的自欺欺人 汪一珍声音一沉 少废话 让不让你的女人给我玩几天 叶凡看着汪一珍淡淡开口 看来可以通知汪老头 在族谱画掉你名字了 汪一珍文言嗤之以鼻 在族谱画掉我的名字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汪清武啊 还有 别给我玩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真有本事就过来动我一个看看 太一副看穿叶凡的态势 我就不信 你有挑衅汪家和锦衣格的勇气 叶凡轻点头 本来想要跟汪老头打个招呼的 你这么急于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把大鼻子青年 忍着疼痛站起来 提着一枪怒吼 成全你大眼 威胁汪特使 你死定了 乱枪打死 So 不给对方把话说完的机会 只见叶凡一个剑步 出现在大鼻子青年面前 接着握住对方的手 枪口一转 下一秒 叶凡扳机扣动 砰砰砰 枪声如雷 七颗弹头打入了大鼻子青年的身体 第3863章 我一样有 啊 七颗弹头倾泻 大鼻子青年短促惨叫 腹部稀烂 面若死灰 虽然叶凡为了让他生不如死 避开要害 但七颗弹头下去 依然只剩下一口气 大鼻子青年围堵慕容若曦时的 炽热和疯狂 此刻只剩下惊惧和难于置信 似乎没想到叶凡对他下狠手 要知道 他虽然比不上汪一针的底蕴 但也是龙独有头有脸的豪哨 也是他闯获多次的护身符 可没想到 这次护不住 浑蛋 在叶凡松开大鼻子青年让他倒地时 一个黑乎乎的大个子 旋风一样从暗中冲了出来 他二话不说 对着叶凡就是一记拳头 拳头的钢柱手套赫然可见 气势如虹 硬不可摧 在场众人见状都惊呼一声 全都能够感受到这一拳的霸道 慕容若曦下意识喊叫 老公小心 叶凡不躲不闪 直接一拳轰出 拳头如风 砰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拳头相碰 一记脆响乍起 下一秒 大个子惨叫一声 像是炮弹一样跌飞出去 他重重摔在腹白貌美大长腿 和汪一针的面前哀嚎 手套碎裂 拳头炸开 整条胳膊的骨头全部断裂 全场众人健壮又是一片惊呼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汪一针的贴身保镖 会被叶凡一拳打穿 砰砰砰 大个子惨叫还没落下 叶凡身子又是一纵 他砰砰砰踩踏几十名倒地的敌人头顶 像是利剑一样射向了汪一针 眨眼间几个起落 他就立于惊慌失措的汪一针和富白貌美大长腿面前 富白貌美大长腿下意识喊道 你要干什么 他一副人畜无害 柔弱无比的样子 但下一秒就眼神一寒 一个大鞭腿抽象了叶凡的腰部 脚底赫然有着一只太刺 只要被他戳中 身上马上多一个血洞 轻则重伤 重则当场横死 这一次 史丹妮吼叫一声 叶少小心 只是叶凡眼皮子都没抬 轻轻踏前一步 宛如柳叶 避开对方太刺 接着一把握住了对方脚踝 叶凡咔嚓一声扭断富白貌美大长腿的白皙脚踝 啊 在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惨叫的时候 叶凡又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对着旁边一张茶几用力一颗 防火防水防伤人的玻璃茶几 砰得一声碎裂 玻璃变成了无数小颗粒四散开去 啪啪落地 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也是额头见血 五官扭曲 看着触目惊心 然而这还不够 叶凡抓起旁边一只不知道谁掉落的雪茄 对着他的娇媚妖艳脸颊按了下去 还没熄灭的雪茄火焰 顿时让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哀嚎 脸颊多了一个烫痕 当场毁容 这才是心狠手辣 这才是辣手催化 这一出不知吓傻了多少 汪一针身边的虎鹏狗友 也让他们下意识藏起了手中武器 史丹尼一伙人的神色 也是如出一辙的呆滞 他这一批新班底原本诧异 史丹尼为何对叶凡惶恐敬畏 觉得这个弱不惊风的年轻人 跟猛人扯不上关系 现在一看 他们突然发现 少爷就是少爷 目光就是高瞻远瞩 同时 他们也感觉 自己身上的疼痛 比起富白貌美大长腿 他们根本不算什么 混蛋 混蛋 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 痛苦无比 但还是威胁着吼叫一声 如我者死 啪 MBSPP 叶凡抓起他脚底的太刺 扑的一声 钉入了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的手掌 掌心瞬间血肉模糊 语人又是一声凄厉惨叫 想要挣扎 却换来刺骨的剧痛 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的惨状 还有叶凡展现出来的杀戮 让全场众人彻底死寂 站在角落 被几个手下护着的汪一针 连续几次都没有把夹着的雪茄 放入嘴里 残存的狐朋狗友也散去了跋扈 眼神多了一丝忌惮 他们不是没有欺负过人 砍过人 但像叶凡这样肆无忌惮下手 他们却还是第一次见 难于接受 几位航程大佬眼里 也都有着一丝惊讶 似乎没想到慕容若曦 认识叶凡这种人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汪特使 该轮到你了 叶凡声音很是平静 拍拍双手站了起来 还有什么一言让我转告吗 有种啊听到叶凡这几句话 汪一贞从震惊中反应了过来 扫过地上重伤的同伴后 我原本以为史丹尼说的猛人 是无稽之谈 现在一看你确实有几分凶猛 至少比我昨晚吃的海鲜猛多了 舞蹈不错 出手也够很辣 放在普通人中 是一个让人忌惮和害怕的角色 只可惜 你遇见了我汪一贞 有些东西 不是靠拳头 靠刀枪就有用的 还要有权 有事 你想怎么样 你能怎么样 有点蛮力 就想要跟我叫板 会不会太天真 汪一贞不怕对手理智 就怕对手失心疯 如今见到叶凡条理清楚 就认为叶凡忌惮他身份 so 只是 没等他话音落下 叶凡已经身子一闪 撞飞几名汪式骨干后 瞬间出现在他的面前 不等汪一贞有任何反应 叶凡已经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喷的一声压在了沙发上 接着他右手一探 抓起一枪 把枪口戳在汪一贞的手掌上 极其冷漠地扣动扳机 喷的一声 子弹穿透掌心 洞穿沙发 直接定入相防地板 弹头还滚落在汪一贞的胡棚狗有脚边 让他们冲上来的动作 微微一致 汪一贞看着掌心上出现的血肉窟窿 连疼痛都忘了 完全无法接受现实 他没有想到叶凡真敢开枪 直接费他一只手 啊 慕容苍月吓得尖叫一声 但很快被慕容老太君掩住了嘴巴 砰砰 叶凡没有给众人反应的时间 抬手又是两枪 打在汪一贞两条腿上 子弹再次传出两道血线 触目惊心 这也让汪一贞彻底成了带踩羔羊 汪一贞按捺不住惨叫 啊 接着他又硬生生忍住怒吼 混蛋 你敢对我下手 十几个狐朋狗友反应过来吼道 他是汪特使 他是汪氏子之 他是汪红图化身 你不能动他 汪一贞也不打算跟叶凡妥协 听到没有 我是汪红图的化身 动我就是动他 你扛得起吗 你打我三枪不算什么 有种来就一枪打爆我的脑袋 只是要打准了 一旦我留有一口气 今天耻辱和血仇 我会十倍百倍找回来 你 慕容若曦和史丹妮这些人全都要死 甚至你的家人也会倒霉 正如我刚才跟你说的 这年头 拳头没个屁用 真正有用的 是拳 是势 这也是你一辈子翻不了的大山 说话之间 汪一贞还用最后一只手 捡起雪茄掉落的雪茄放入嘴里 趴在地上狠狠吸了一口 傲慢而张狂 叶凡脸上没有半点情绪起伏 也不把汪氏骨干放在眼里 把枪口挪到汪一贞的后背 弹幕开口 忘记告诉你了 拳头 我有 刀枪 我有 拳和式 我也要要 砰叶凡扣动扳机 直接抱到了汪一贞的脑袋 第3864章给我点交代 砰砰砰 三剂枪声重叠响起 叶凡连连扣动扳机 枪枪致命 血水飞溅 触目惊心 砰 第四声响起 子弹完全穿过汪一贞的坚硬头颅 红色血液滴答躺落 触目惊心 叶凡盯着眼睛瞪大的汪一贞 淡淡出声 欺辱若曦 我让你死不瞑目 她来时还想要把身份告诉汪一贞 给她一个后悔或者弥补的机会 但看到慕容若曦的惨样 她就散到了念头 有些人可以给机会 有些人就只能横死 如日冲天 人脉惊人的汪红图化身 以憋屈愤怒的方式告别人事 汪一贞致死都没有想到 叶凡下手会这么狠辣 这么无情 这么不计后果 只是再多愤怒 再多不甘 此刻都已经没有半点意义 她一头栽倒在地 鲜血染红了半个脑袋 叶凡站了起来扫尸全场 汪一贞已死 还有谁要送死的 衣衫染血 如魔降临 大鼻子青年她们一个个口前蛇躁 难于言语 好像被人定格了一样 富白貌美 大长腿美女也停止了痛苦闷哼 微微用力崩 紧双腿来缓冲叶凡带来的冲击 就连史丹妮也是倒吸一口口凉气 她自认为已经非常了解叶凡 现在才发现自己还是太肤浅了 他们全都看着叶凡 不敢出声 似乎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洪荒凶兽 不然怎会有胆破杀掉汪一贞 慕容若曦同样满脸震惊 但第一时间悄悄捡起了两枪 毛子多了一股子疯狂和坚定 啊 在现场短暂沉寂的时候 慕容苍月打了一个机灵反应过来 她对着众人歇斯底里发出一声尖叫 汪特使死了 这一声尖叫刺激着众人神经 也让汪一贞的一众手下打了一个机灵 几乎同时喝叫拔枪 汪红图死了 还是死在他们面前 他们如果不弄死叶凡 那么汪红图就会弄死他们 还没等汪一贞的手下扣动扳机 早就有所准备的慕容若曦 双手抬起手里的枪 无情扣动 一阵砰砰砰的密集枪声过后 十几名汪式同伙身躯震动 全部后脑勺中枪摔倒 手中的武器也掉落在地 大个子想要捡一把武器攻击 只是刚刚握到手里 就听砰的一声脑袋间歇倒地 额头多了一个血窟窿 大鼻子他们下意识回头 正见慕容若曦双手持枪震慑着众人 不准动 史丹尼也挣扎着起来 砰的一声关闭了房门 也抓起墙壁的消防斧头吼叫 没有叶少点头 谁也不准出去 史丹尼红着眼睛 对豪芳酒店老板他们怒吓 退回去 原本要跑路的豪芳酒店老板 他们一个个神情惊惧退了回来 慕容老太君和慕容苍月 也迅速躲回角落 叶凡 你这恶魔 你害死我们了 你害死我们了 慕容苍月绝望喊道 汪特使死了 你活不了 我们也都要陪葬 你真是害人惊了 汪宏图这个汪世子之死了 他们这些在场的人 不管跟叶凡有没有关系 九成九都会被杀死 袖手旁观也是一种死罪 他们原本寻思窜出厢房后 就马上打非底离开航城 看看有没有机会逃去国外狗祸起来 结果被慕容若曦和史丹尼一堵 时机错过 升级算是彻底失去了 砰砰 慕容若曦毫不客气 就是两枪 直接打断了慕容苍月的双腿怒吓 今晚如不是你们又骗我过来 又哪会发生这种冲突 又哪会是这种结果 真正害人惊的是你们 你们毁了我 毁了史丹尼他们 毁了叶凡 慕容若曦的语气带着控诉 带着愤怒 带着懊悔 他就不该相信慕容老太君两人 他死不死无所谓 把叶凡突如万丈深渊 慕容若曦就输不出的愧疚 慕容苍月啊一声惨叫 摔在地上捂着双腿 无比痛苦 慕容老太君愤怒 不孝女 你敢伤苍月 砰砰 慕容若曦没有废话 也是两枪打断慕容老太君双腿 让慕容老太君扑通一声倒地 慕容老太君嚎叫不已 接着又接着又是一声怒吼 小贱人 你敢对我开枪 我可是你奶奶啊 老儿不死是位贼 慕容若曦这一刻再也不见柔弱 只有无尽的冰冷和铁血 当你们决定把我当成礼物 献给汪一真那一刻起 我跟你们就再也没有半点关系 现在的你们 是出卖我的小人 也是敌人 今晚我可能会死 但我死之前 一定拉着你们一起死 慕容若曦语气有着一丝遗憾 可惜慕容父不在 不然我会让他也陪葬 慕容老太君旗的凸显 你 慕容若曦没有再理会他们 而是扫视着受伤的大鼻子 和大长腿美女他们 声音带着一股子杀气 听好了 这一刻起 这个厢房我接管了 没有我点头 没有我批准 任何人不得出门和打电话 不然就休怪我枪眼无情 慕容若曦对着众人发出了警告 我两把枪 还有二十颗子弹 足够拉二十个人 一起死众人文言愤怒不已 慕容若曦这是要拉着他们一起垫背 但也不敢乱动 谁都看得出慕容若曦杀红了眼 叶凡 慕容若曦掌控完全场后 就向叶凡微微偏头 你现在就走 开我车 我的车在富一楼停车场C区 你开车去湾仔七号码头 到了码头 把车内吊着的平安符摘下来 交给一个叫猪脚上的渔民 他受过我的恩情 还替我保管着五百万美金 你拿着钱让他带你离开航程 他的船很快 走私猪脚从不失手 直升机都追不上 他能安全护你离开的慕容若曦 看着叶凡声音一沉 现在就走 只要速度快一点 你还有活路的 史丹妮也凑前开口 我跟慕容小姐一起断后 慕容苍越艰难开口 见人 你控制我们 原来不仅是要拉我们垫背 还是要帮叶凡逃命 只是逃的了吗 慕容若曦盯着叶凡 走 叶凡拿纸巾擦擦双手 随后笑着走到慕容若曦身边 我走了 你怎么办 慕容若曦咬着嘴唇开口 我留下来看着他们 不给他们通风报信的机会 能给你赢取时间 叶凡轻声一句 你留下 会死的 慕容若曦温柔一笑 今晚 你是为我冲关一怒 杀死汪一针的 我替你断后和死去 也是理所应当的 总不能都是你一致付出 而我却索取不知回报吧 叶凡 走吧 走得远远 这辈子能够认识你 还能跟你经历那么多事情 我已经死而无憾了 她微微张起红唇 下辈子有机会 我再做你的新娘 叶凡绽放温和笑容 傻女人 什么这辈子下辈子的 我要的是这辈子 要死一起死 要走一起走 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 文言吼叫 走不了的 你们走不了的 死了汪特使 跑到天涯海角 你们都要死 大鼻子青年也附和 天下之大莫非王土 你们跑到境外 一样会被汪家追杀的 没有人能救你们 闭嘴 慕如若曦对他们 喝出一声 就算我们要死 我也会先拉你们陪葬 叶凡伸手握住女人的掌心 把两只枪夺了下来 笑道 若曦 放心吧 一点小事而已 我们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 富白貌美大长腿 被叶凡折磨得不成样子 但听到叶凡 自以为是的话 依然止不住狂笑 你杀的是汪家子侄 杀的是汪宏图化身 杀的是锦衣格特使 杀的是你一辈子 需要仰望的人 你杀了汪特使 不仅我们要死 就是航程 也会有不少人陪葬你 使丹妮和慕容若曦 更会被汪家千刀万剐 你们的亲朋好友 也全都要倒霉 女人歇斯底里喊叫 没有人能保住你们的 没有人 慕容若曦身躯微微一晃 叶凡 走 我跟你一起走 他知道 他不走 叶凡是不可能走了 当下只能做亡命鸳鸯了 希望能够多逃几天 让他跟叶凡快乐几天 叶凡一握慕容若曦的掌心 扫视相防横七竖八的尸体 左一个汪红图 右一个汪红图 我耳朵都听出老简了 不过也是 今晚死这么多人 摊子这么烂 他不给点交代不行 叶凡掏出了手机 打出了一个号码弹幕开口 汪红图 过来擦地了 第3865章 岂容他放肆 小子 太猖狂了 原本已经忍气吞声的汪一针手下 听到叶凡口出狂言 叫汪红图过来擦地 再也按捺不住挣扎起来 这都不是叫嚣他们了 而是羞辱他们了 也是对汪室一脉的不敬 他们齐齐抬起手里的武器 想要攻击 叶凡冷笑一声 扳机连连扣动 扑扑扑 子弹像是雨水一样倾泻 把六名对手的大腿 全部打中 接着 又把枪口指挥后面的人 毛子没有丝毫人类感情 几个汪室骨干 想要迂回劫持慕容若曦 却被叶凡枪口一偏 子弹扑扑扑射出 直接打断他们的膝盖 后面的汪室子弟下意识退后 脸上都有着畏惧 刚才的怒意又慢慢虚弱了下去 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 见状歇斯里的吼叫 混蛋 你会付出代价的 叶凡握着枪械一笑 就如你们说的 汪一针死了 我们全要死 我多杀几个 也都一样下场 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 气得胸痛 你 原本蠢蠢欲动 想要拼一把立功的人群 看着叶凡的枪口 也重新安分了下来 就如叶凡所说 他杀了汪一针 已经是死罪 再多杀几个也无所谓 这时 一直沉默的史丹尼 挤出一句 叶绍 你跟慕容小姐先回宝城 我来处理现场 虽然我能量有限 但有波士顿财团的招牌 还是能扛一扛事情 我知道你能耐不小 但死了汪一针 汪家人在气头上 你还是避一避风锐 毕竟热血一冲 谁也不知道 汪一针血清 会干出什么事情 史丹尼舔一舔破裂的嘴唇 向叶凡建议 最快速度去保证 那是叶凡基本盘 也是能压制汪家势力的地方 叶凡淡淡一笑 史丹尼 有心了 不过不用担心 汪家动不了我 也不敢动我 史丹尼微微一摇嘴唇 看着叶凡的目光 有着更大探究 这家伙未免太牛逼了吧 宝尘横着走 境内也能横着走 慕容若曦心里一动 下意识想起了 袁清一 想要找他求救 但最终按捺住念头 不想给袁清一 招惹麻烦 没事 不用太紧张 一点小事 叶凡轻轻吹了一下枪口 今晚这烂摊子 汪红图会收拾前进 然后再给我一个交代的 腹白貌美 大长腿美女 他们文言差一点吐血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全部别动 放下武器 这时 房门又被人推开 二十多名制服男女 蜂拥而入 一个个鹤枪实弹 迅速掌控住 相防局势 接着 叶凡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钱二花 钱二花一身制服 笔直高挑 显得很是傲然 汪特使 钱二花看到死去的汪一贞 翘脸一变 似乎没想到会出这样的大事 整个人蹦了起来 本来这几天 她准备躲在别墅 身居检出 直到祭祖当天 在出现现场 求老爷子庇护 可没想到 紧急电话 一个接一个打来 还说是汪特使出事了 逼得钱二花 不得不动身过来 只是她以为 今晚是有不张眼的人 招惹了汪一贞 汪一贞挤住她的手 来收拾冒犯的人 可没想到 她来到现场 看到的却是汪一贞横死 以及一地尸首 富白貌美 大长腿美女 对着叶凡吼 叶凡吼叫一声 是她杀了汪特使 钱昭帝 钱二花 马上锁定叶凡 先是一愣 随后吼道 把武器放下 二十多号 制服男女 齐齐举起警枪 指向视野中的叶凡 纷纷喝斥 气泻投降 气泻投降 钱二花立刻一声 钱昭帝 马上把武器放下 不然休怪我不讲情面了 大鼻子青年 他们见状全都激动起来 觉得叶凡这一次 就要完蛋大吉了 慕容苍月也尖叫一声 钱小姐 叶凡和慕容若曦 一起杀了汪一贞 慕容若曦看着钱二花开口 三小姐 这事情是有起因的 这还重要吗 钱二花立刻 汪特使死了 就是航城的天塌了 再多理由都没有意义 马上气泻投降 不然我格杀勿论 他恨不得拿加特林 秃秃秃了叶凡和慕容若曦 王八蛋 汪特使死在航城 自己保不准要倒霉 毕竟太多人盯着自己的位置了 叶凡不至可否一笑 是非黑白难道不重要吗 钱昭帝 你给我闭嘴 钱二花傲然的脸在灯光中 油亮 油亮 扫射了叶凡几眼 冷冷地说 你还真是持宠生娇啊 一而再再而三地闯祸 可惜你这一次闯大祸了 汪特使横死 别说唐若雪保不住你 就是他背后的堂门也照不住 幸亏四妹及时跟你划清关系 不然现在四妹和我们 都要被你拖入万丈深渊 他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气血投降吧 我不想乱枪把你打死 我做的事 我自然会承担 我只是想要问一问 汪义珍他们肆意妄为 就不用追究吗 叶凡嘴角勾起一丝戏血 几十号人打一个女人 还意图施暴 在你们面前 不该有公道吗 钱二花眸子伶俐 汪义珍他们打不打人 我们不知道 但现在你持枪杀人 一堆目击证人大鼻子附和一声 持枪对抗太原 可是大罪 死罪腹白貌美大长腿美女 更是狂笑 王八蛋 你完蛋了 你再牛比再能打 也不可能对抗国家机器 我告诉你 我们今晚没死 就一定会替汪特使报仇的 她因为恐惧和愤怒 导致整个人变得疯狂 我弄死慕容若曦那女人 弄死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大鼻子也是咬牙切齿 我们一定会给汪特使报仇的 幼稚 在慕容若曦身子微微发凉时 叶凡不知可否哼出一句 我今晚不会死 倒是你们 没了最后的生机 叶凡原本想要以德福人 少杀几个人 但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 她们如此叫嚣 她就觉得还是不要留着 富白貌美大长腿美女 狂笑出声 钱小姐在这里 你还敢装饼 有本事把我们弄死啊 弄死我们啊 这么多探员 她不信叶凡还敢造次 钱二花哼出一声 本小姐再次 岂容她放肆 话音没有落下 叶凡就抬起了双枪 接着猛地扣动扳机 砰砰砰 一连串的突兀枪响 震颤无数人的心 大鼻子等汪式狐朋狗友 脑袋见血 一头栽倒在地 砰 最后一枪 打落了富白貌美大长腿的额头 当场毕命 第3866章凭什么 啊 听到枪声 相防众人身躯一阵 难于置信望过去 只见大长腿美女额头见血 一片心红 喷洒一米多远 香消玉玉 大长腿美女软绵绵 倒在狼藉的地板上 美丽眸子瞪大 最后的剪影 是钱二花的震惊 两眼瞪圆 渐渐暗淡 渐渐空洞无神 只是神情还停滞着不甘 她至死都没有想到 叶凡敢不管不顾 打死自己 钱二花这个行程大佬的出现 大长腿美女 本以为可以捡回一条命 顺带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 羞辱叶凡 今晚死了那么多同伴 还死了汪一针 她心里充满着恐惧和愤怒 想要狠狠践踏叶凡 来缓冲情绪 她一度幻想 当叶凡被钱二花 他们靠住的时候 她就会忍着疼痛 删叶凡几个耳光 那会是无比惬意的事情 哪怕探员压制自己 不让动手 大长腿美女 也有很多法子 对付入狱的叶凡 总之 她认定叶凡要倒霉 所以肆无忌惮地挑衅 大长腿美女 自以为掌控一切 唯独忽略叶凡 赶下死手 一枪爆头 死得不能再死 呼呼 叶凡看都没看死去的 大长腿美女 只是吹一吹 手里的武器 震静冷酷地 似乎杀了一条狗 莲香惜玉 不存在的 二十多号 前二花的手下 反应了过来 接着纷纷抬起 手里武器怒吼 不准动 不准动 几个老练探员 迅速靠前 俯身探 大长腿美女鼻息 颓然叹气 死了 没救了 大长腿美女死了 听到老探员 嘴里宣告出来的消息 除了慕容若曦 和史丹妮之外 慕容苍月 他们全都心底发寒 双腿发软 就连包围叶凡的探员 也觉得脊梁沟冒出一股股寒气 冷嗖嗖的 让他们不敢胡乱扣动扳机 叶凡这一枪 不亚于爆掉汪一针 带给他们的冲击 因为是当着 钱二花等人的面射杀 这是对钱二花的严重挑衅 你当着我的面杀人 钱二花也从迷茫中醒了过来 歇死里底吼叫 王八蛋 我要打死你 打死你 他手忙脚乱 要夺过手下的武器射击 So 叶凡身子一闪 请客到了钱二花身边 伸手一探 把他劫持到自己身前 随后枪口一转 在一众探员准备对叶凡射击时 叶凡已经密如连珠扣动扳机 七八颗弹头倾泻出去 先一枪打中八名探员的肩膀 鲜血瓢染后面墙壁 触目惊心 惨叫一声 他们还被一股巨大冲力掀翻 摔飞到墙壁 重重落地 脸色苍白 砰砰砰 叶凡没有浪费劫持钱二花的机会 速度极快地把他手里的武器夺下 再度射击 十二发子弹射了出去 十二名探员手腕一抖 胳膊中弹 手里武器全部跌落 包围的二十多号制服男女 全部倒在地上 捂着肩膀神情说不出的痛苦 不要乱动 不然下一枪就爆头了叶凡一枪指着钱二花 一枪威慑着面前探员 想一想 我连汪一珍他们都杀了 多杀你们一个不多 钱二花想要挣扎反抗 却被叶凡死死威慑住 只能怒吼一声 钱昭帝 你这个白眼狼 我们钱家姐妹对你那么好 四妹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庇护你 你现在却解释我 钱二花气急败坏 你还有良心吗 还有人性吗 比起叶凡杀掉汪一珍和大长腿美女 钱二花更加愤怒叶凡劫持她 这对于她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毕竟叶凡小时候 在她的眼里就是一条卑微的狗 现在狗咬主人了 钱二花怎能不愤怒 钱家姐妹 对我那么好 叶凡不知可否一笑 你们不是已经跟我分道扬镳 还不惜代价要弄死我吗 我记得 长街设卡的栽赃陷害 才过去没多久 抓我去西湖分属拷问的风波 也好像还没落母 往死里整我 这就是你们钱氏姐妹对我的好 叶凡戏谑一声 对了 那个跑路的圆脸汉子找到没有 钱钱二花嘴角牵动 话锋一转 王八蛋 你杀了汪特使他们 现在又劫持我 天王老子都保不住你受伤探员 不敢去捡武器 只是咬着嘴唇看着叶凡 同时拿起对讲机呼叫援兵 他们还叫了更高级别的人 叶凡的强横和狠烂 让他们认识到 这是一个过江龙 必须高度重视 叶凡风轻云淡开口 今晚谁都伤害不了我 劫持你也纯粹是保护若曦他们 免得你失心疯对他们下手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钱二花对叶凡的平静 嗤之以鼻 以为她是破罐子破摔 你那么牛逼 我就看看你怎么收场 她也是一个聪明人 虽然很是愤怒 但也不会胡乱刺激叶凡 担心叶凡现在已经是死罪 不在乎多杀几个人 虽然她不觉得叶凡有着胆量对付自己 但出于安全考虑 还是暂且忍耐 等自己的靠山过来处理 叶凡扫视众人 放心吧 小场面而已 很快就能解决 甚至都上不了明天的报纸 你不该说这句话 这时 外面传来一个非常霸道的声音 接着就是一大批身穿中山装的枪手出现 他们簇拥着一个国字脸男子 大不留心走入厢房 豪方酒店和几个航程大佬马上变得恭敬 微微弯腰打招呼 马是手好 慕容若曦嘴角牵动了一下 对着叶凡低声一句 这是航程的代理士手 马亮平 史丹妮微微眯起眼睛 一方诸侯啊 看来前二花底蕴确实不小 叶凡淡定一笑 确实是一只大一点的 蚂蚁 慕容若曦差一点吐血 如不是形势严峻 他都要掐叶凡几下 惩罚他口无遮拦 叶凡发现 前二花一直凌厉俱傲的眼神 此刻多了一丝寒情默默 毫无疑问 两人九成九有一腿 接着就听到前二花轻声一句 马是手 你怎么来了 马亮平神情也柔和起来 听到你被人劫持了 我怎能不来 而且我要亲自看一看 究竟是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家伙 敢肆意杀掉汪特使 敢劫持杭成屈指可数的人物 他大意凛然 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有没有法律 叶凡淡淡戏谑 但凡有点王法 有点法律 今晚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闭嘴 马亮平一脸威严地看着叶凡 声音带着一股子杀意 朗朗乾坤 你竟然敢当众杀汪特使 劫持钱小姐 你必须受到严厉制裁 在航城这里 不管是谁 都不可以藐视法律 肆意伤害别人 这名风华正暴的男子 态势很是老练 没有年轻人的浮躁强狂 神情淡漠的国字脸 透着几分内敛自信 来人 把凶徒给我拿下 他点着叶凡的鼻子 有本事 就动钱小姐给我看看 你敢动他 我就敢毙掉你 十几名如狼似虎的手下 喷着热气 要一涌而上 慕容若曦一阵揪心 想要说话 却被叶凡微微摇头 示意制止 叶凡淡淡一笑 骂什么 今晚的事情 你处理不了的 如果不想掉坑 就安心等几分钟 他善意提醒着对方 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钱二花翘脸一尘 钱朝地 你敢对马先生无礼 叶凡怂耸肩膀 我不是对他无礼 只是好意提醒他 做到这个位置不容易 一步错 就会全盘皆输 马亮平脸色一尘 想要搬救兵 告诉你 今天这样的事 谁都救不了你 也没有人能庇护你 钱二花也冷笑一声 钱朝地 听到没有 没有人能救你 不想死的太难看 赶紧放了我 束手就敷 叶凡现在的淡定平和 在钱二花眼里 就是虚张声势 他觉得叶凡心里 肯定颤抖不已 叶凡用武器 戳了戳钱二花 脸上还是毫不在乎 不放你 是担心放了你 你们冲动 然后闯大祸 今晚死那么多人 我不想再见血了 再等两分钟 就有人处理烂摊子了 叶凡漫不经心 我和若曦他们 是不会有半点似的 马亮平不可一事哼道 不会有事 凭什么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了一个 守卫的喊叫 汪洪图汪少来了 第三千八百六十七章 给你添麻烦了 什么 汪洪图汪大少亲自来了 完了 外来户这次肯定死翘翘了 汪少不仅是汪家的得冲子职 还是锦衣阁的人 连马市首都要矮三分 外来户打死那么多人 还打死汪一针这个华身 汪大少当然震怒 不亲手宰了那家伙 怎能出口恶气 刚才慕容若曦 让他跑路不跑路 现在想跑都没机会了 在场众人听到汪洪图要出现 就顿时炸锅了 一边等待汪洪图出现 一边对着叶凡戏血摇头 此时此刻的叶凡 在他们眼里 不仅是等死的死人 还是茶余饭后的小丑 慕容苍月趴在地上 忍着双腿剧痛狂笑 王八蛋汪 少要来了 你和慕容若曦都死定了 死定了 哈哈慕容 老太君也是红着眼睛发泄情绪 等你们两个狗东西 被汪上弄死 我们就把你爹妈 再丢去向国受罪 慕容若曦撬脸一尘 原来你一直知道 我爹妈在向国受苦受罪 你简直不配做我奶奶 慕容老太君狂笑 本来我就不是你亲奶奶 我也从来没把你爹那个野种 当儿子 一个捡来的野孩子 原本是用来给你大伯 闯祸背黑锅的 结果却什么都比我儿子优秀 还让你爷爷重视 最可恶的是 你爹一直不肯把公司给你慕容正统的大伯 非要留给你这个赔钱货 我怎能容他 所以我不仅夺走他的一切 还让他们夫妇在向国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也让你们一家三口分离二十年 只是我没想到 你运气这么好 这辈子还有跟他们团聚的一天 更没想到 你还能重新执掌西湖集团 形势大好 日子没满啊 可惜啊 你们这种天伦之乐到此为止了 你和狗东西杀了汪特使 所有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慕容老太君 似乎看到了慕容若曦的悲惨下场 你爹妈也会重新受苦受难 哈哈哈哈 慕容若曦正要以我短腔发飙 叶凡轻轻伸手制止了她 叶凡对着女人轻笑 我说过下半场 我来你放心 没有人能伤害你我 也没有人能伤害你爹妈慕容若曦 腾生的怒意和杀鸡瞬间消失 整颗浮躁的心也安稳了下来 死到临头还吹 这时 马亮平盯着叶凡呵斥一声 汪大少就要到了 你还装笔装给谁看 别说汪大少身边高手如云 就是汪大少一个人来 给你一百个胆子 你也不敢开枪动他 赶紧放了钱小姐 待会我给汪大少说几句好话 让他给你和慕容若曦一个痛快 他戏谑一声 不然你们怕是要尝一遍满清十大酷刑 再慢慢死去 马亮平的眼里有着杀意 有着恨意 即使恼怒叶凡劫持 聊他的制服女郎 又痛恨叶凡 不给他半点面子 如不是担心误伤到钱二花 他真想下令乱枪打死叶凡 再把慕容若曦套上象圈当狗 叶凡淡淡一笑 你说错了 应该是给汪宏图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动我 钱二花直接气笑了 钱昭帝 四妹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我还以为他是气话 现在一看 你不仅是不知天高地厚 你还是幼稚无知 给汪大少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动你 你连我们脚趾头都不如 还敢跟汪大少相比 谁给你的勇气 陈桂林活着的时候 你或许还有点筹码 陈桂林死了 你就跟一坨垃圾 没什么区别 大家不愿招惹你 或者招惹你了 稀释宁人 纯粹是担心你被恶心道 我劝你 最好马上放了我 不然待会汪少进来看到 进来看到你劫持我 他只会更想要弄死你 钱二花提醒着叶凡 就算你无父无母 不在乎生死 难道你也不在乎 慕容若曦和史丹尼他们 锅灶 滚蛋 叶凡不再劫持钱二花 而是一脚把他踹开 如不是他对朱镜尔 路人还有用 真想一枪崩掉他 他已经听到汪红图 等人的脚步声了 也就不再浪费力气 劫持钱二花稳定局面 待会汪红图会收拾烂摊子 接着他就拉过一张沙发 坐了下来 望着门口漫步惊心开口 我今天就在这里 等着汪红图 看看谁动谁 慕容若曦惊讶 叶凡放了钱二花 但也没有追问叶凡为什么 而是抓起双枪戒备 算你失去 看到叶凡松开自己 钱二花摸了摸脖子 制止一众手下动作 行 我就看看你怎么 国王大少这一关 马亮平文言也散去 抓起叶凡的念头 站在钱二花身边 等待叶凡倒霉 史丹尼多少有些紧张 叶凡在宝城的牛比 他已经知道 但在境内的牛比 还不清楚 所以也是绷紧神经戒备 他都已经锁定一个窗户了 一旦死磕 马上撞破窗户 拉着叶凡他们 从窗口跳下去 踏踏踏 门口很快响起了 一阵密集的脚步声 接着虚掩的房门 就被人一把推开了 门口站立的探员 和马亮平的手下 骚动了一下 随后就被滚水浇了一样 让出了道路 四名轻衣男子 先鱼冠而入 没有任何武器 但气场强大 给人感觉 他们就是最强的武器 接着又是两名女子走入了进来 透着一股难以形容的嚣张奇眼 最后 一个年轻男子走入了进来 不仅帅气儒雅 还有着难以言喻的贵气 宛如天神一般 前二花 马亮平和豪方酒店几个大佬 几乎同时踏前一步 还毕宫毕竟喊道 汪绍 汪绍 简单两个字一出 整个厢房顿时安静了起来 慕容苍月和慕容老太君 他们虽然知道汪红图会出现 但真正看到顶尖权贵的出现 还是身躯阵 十几号人忍着伤痛 战战兢兢 罗退半米 进入寒蝉观望 好似一群迷途的羔羊 来人正是汪红图 只是他没有跟前二花 和马亮平他们寒暄 反而不耐烦挥手 制止他们说话 接着继续前行 这让马亮平和前二花他们 都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汪红图连寒暄都懒得寒暄 说明他非常的生气 叶凡这个王八蛋 很快就会遭受雷霆怒火了 嗯 所有人的目光 随着汪红图的移动而移动 最终锁定在悠然自在的叶凡身上 马亮平和慕容苍月等人的眼里 都有着一股恍惚 实在想不通 叶凡此时此刻还这么淡定 就算装 也需要极高的水平了 慕容若曦和史丹妮 则多了不少紧张 汪红图被汪家和锦衣格双重 培养出来的上位者 其实太强了 远远不是汪一珍 这个化身能够相比 前二花则冷笑一声 前昭帝 吓傻了 站不起来了 看不到汪绍来了吗 慕容苍月也撑起半个身子控告 汪绍 就是叶凡的王八蛋 杀了汪特使 你要给汪特使做主啊 啪 话音还没落下 汪红图就反手一巴掌 狠狠把慕容苍月狠狠抽飞出去 接着他静止走到叶凡的面前 顾不得多少人在场 多少双眼睛盯着他 对着叶凡无奈苦笑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第3868章下不为例 什么 给你添麻烦了 这简单一句话 宛如晴天霹雳 狠狠震惊 刺激着在场众人的神经 前二花 豪方酒店老板和慕容苍月他们 全都面面相去 大同小异的吃惊神色 每个人心里都掀起巨大波澜 包括八风不动的马亮平 从容俱傲的神情一点点崩裂 露出了惊讶 全场众人的目光 全都聚焦在叶凡身上 慕容若曦和史丹妮也都伸长了脖子 想要探一个究竟 谁都想不通 汪宏图过来不是对叶凡辣手无情 反而露出一抹敬畏和无奈的神情 前二花口前舌燥挤出一声 汪少 你 你 你怎么对前招弟这废物这么客气 啪的一声 汪宏图没有废话 反手一巴掌把前二花扇倒在地 本少做事 轮得到你叽叽歪歪吗 马亮平皱起眉头开口 汪少 前小姐也就是好奇一问 担心你被那王八蛋忽悠了 啪 汪宏图又是一巴掌 扇在马亮平的脸颊上 你们听不懂人话吗 别对本少做事直手画脚 马亮平倒在地上捂着脸 呆之不已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这个身份和地位的人 汪宏图依然毫不客气 给他一巴掌 最让他难于置信的是 汪宏图是为了叶凡这个兔崽子打自己 他很憋屈 很愤怒 但最终咬牙忍了下来 他可以对叶凡叫嚣 但却无法叫板汪宏图 双方底蕴差距太远 慕容老太君看到马亮平受辱 止不住出声 这可是马是手啊 汪宏图直接两个耳光过去 把慕容老太君抽翻 本少让你说话了吗 是手 从现在开始 他不是了 汪宏图毫不客气决定了 马亮平的前途 让后者吐出一口血 也让他恨之入骨盯着慕容老太君 前二花看到男人被撂下一时张嘴 汪宏 闭嘴 从现在开始 本少跟叶少说话 谁再多嘴打断 我就弄死谁 汪宏图心里显然也憋屈 反手给了马亮平和前二花几个耳光 还对着全场发出了警告 这一幕也让众人看得一愣愣 显然都没想到汪宏图这一副反应 这叶凡究竟什么底蕴 让汪宏图做出这种举动 倒是叶凡保持着人蛋如鸡的样子 还捡了一瓶没开封的酒 牛开喝着 汪宏图呼出一口长气 重新看着叶凡苦笑一声 叶少 对不起 今晚给你添堵了 小红子啊 汪家确实又给我添麻烦了 在众人的精神恍惚中 叶凡拍拍汪宏图的肩膀开口 这个月我吃斋念佛三十天 还放上了三十条大鲸鱼 为的就是修一个宁静 为的就是图一个净化 结果 汪宏图逼我破了剑 染了血 害了人命 三十天的功德 一下子化为乌有 甚至还欠了不少罪孽 叶凡看着汪宏图淡淡一笑 你说 这不是添麻烦是什么 汪宏图揉揉脑袋回应 叶少教训的是 汪宏图狗胆包天 既然敢冒犯你 罪该万死叶凡淡淡开口 他不是冒犯了我才死的 而是作恶多端应该死 你们汪家还真多混蛋啊 汪宏图点点头 叶少教训的是 他这种人应该死 只是死者未大 他已经死了 今晚的事情是不是 啊 这简单几句话 再度震惊了全场众人 汪宏图不仅没有问罪 叶凡杀掉汪宏图 反而一副汪宏图闯祸的态势 言语还有着汪宏图一死平息事情的意思 钱二花抓住马亮平的手 精神恍惚 这究竟怎么回事 我怎么看不懂 马亮平也口前蛇躁 如不是你说过 钱昭帝是孤帝是孤儿 是钱家抛弃的契儿 我都要怀疑 他是什么大人物儿子 慕容苍月咬牙切齿 记出一句 肯定是叶凡王八蛋 拿住了汪宏的什么把柄 这才把汪宏逼成这样 他们窃窃私语 一脸仇恨 又一脸不解 叶凡此刻望着汪宏图一笑 汪一贞差一点 试报了慕容总裁 如不是我及时赶来 他今晚下场会非常悲惨 汪一贞死了 那是他本身该死 但慕容总裁却是遭受无望之灾 对于慕容总裁来说 十个汪一贞死了 也比不上自己受到的殴打 和精神伤害 叶凡轻声一句 这就好像我打残了汪宏 双手双脚 然后去向国杀十个大富豪 给你赔罪 对你有益吗 慕容若曦听到叶凡说起他 不仅没有跟以前一样 说自己没事 反而第一时间变得柔弱痛苦 看起来遭受了不少肆虐 楚楚可怜 我明白叶少的意思 汪宏图扫过慕容若曦一眼 我替汪一贞弥补慕容小姐 汪一贞在行程的全部利益 归慕容小姐个人所有同时 我会向汪氏家族建议 把慕容小姐列入优先合作对象 以后有什么项目会第一时间 找慕容小姐汪宏图微微鞠躬 另外我在替汪一贞向慕容小姐说一句话 对不起慕容若曦一正 随后轻轻点头 汪少这么有诚意 替汪一贞赔罪 我个人愿意接受你的诚意 慕容老太君和慕容苍月文言要吐血 汪一贞虽然刚到行程 但早有布局 没有百亿 也有八十亿的家当 想到慕容 若曦这个赔钱货 捡到白花花的银子 慕容老太君和慕 容苍月彼此还难受 只是他们又不敢抗议或者出声 谢谢慕容小姐大度 我会记住你的宽容 汪宏图微微一笑 随后看着叶凡问道 叶少 这够了吗 汪宏图虽然看起来低声下气 还让出不小的利益 但内心也是恨不得活活掐死叶凡的 以前的恩怨就不说了 单单汪一贞这一条命 她就想要把叶凡大谢八块 汪一贞是她的化身 虽然言过其实 但白手套却是实打实的存在 汪宏图不方便钱的事情 全部丢给汪一贞 这不仅让汪宏图在锦衣阁战绩显赫 也让汪宏图在汪家重新积攒了力量 不少汪家子侄为了跟汪一贞一样威风扒面 有意无意向汪宏图靠拢 希望一飞冲天 现在好了 汪一贞被叶凡一枪毙掉 不仅让汪宏图失去一个白手套 还严重削弱了她在汪家的权威和人心 那些汪家子侄原本以为跟着汪宏图 能像汪一贞一样光宗耀祖 现在看到她被一枪爆头 肯定会退缩 只是汪宏图又无法向叶凡发飙和发难 唐三国一事 她已经见识了叶凡的手段 而且来的时候 汪报国也警告过她 必须给叶凡一个满意交代 所以汪宏图看着叶凡叹息 汪一贞在航城的利益差不多两百亿 相信可以安慰叶绍 你们受伤的心灵了叶凡轻轻出声 不够 不够 汪宏图嘴角牵动了一下 接着抓起一枪 对着大鼻子青年等人一阵无情射击 不管是已经死了 还是活着的伤者 汪宏图都倾泻弹头 把一心狐朋狗友全部杀掉 接着她低锤枪口 看着叶凡苦笑 这够不够 叶凡依然摇摇头 还是不够 汪宏图也没有半点废话 似乎想起了什么 枪口一转 对着自己的左肩扣动扳机 砰的一声 一股鲜血从汪宏图肩膀蹦射出来 汪宏图是我的化身 打着我的旗号胡作非味 我有放纵和失察之责 这一枪 算是我对叶少的歉意 不知道叶少满意不满意 汪宏图忍着疼痛踏前一步 不知道够不够 叶凡轻轻点头 下不为力 第3869章 坦诚相待的男人 叶凡把烂摊子丢给汪宏图处理 自己则带着慕容若曦和史丹妮等人离开厢房 相比等待汪宏图处理众人的过程 叶凡更担心慕容若曦的伤势 他在酒店一楼大厅 迅速给慕容若曦治疗一番 把他的内外伤治得九成九 让他重新变得生龙活虎 接着叶凡又给史丹妮针灸了几下 控制住他的内伤猴 就丢了一只红颜白药 让他自己涂抹伤药 虽然叶凡众女轻男 自己得到的待遇不如慕容若曦一根脚趾头 但史丹妮依然很高兴 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双方的恩怨彻底勾销 也意味着他搭上了叶凡这一艘大船 以后能在神州横着走了 看到史丹妮一副谦卑有礼的样子 脸上也少了保诚九色掏空的态势 叶凡就拍拍史丹妮的肩膀开口 你们想要投资 或者有什么闲鱼资金 明天可以去西湖集团找若曦 他会帮助你们在航城站稳脚跟的神州境内乃至宝城 如果你们想要投资 也可以通过若曦跟气动洽谈 赚钱 可以打着我的旗号 但闯祸了 却千万不要把本上名字说出去 我丢不起这个人 叶凡看得出史丹妮今晚受了不少苦 于是就决定伸手帮他一把 慕容若曦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 史丹妮少爷 今晚谢谢你替我挡刀 有什么合作可以去西湖集团找我 史丹妮欣喜若狂 谢谢叶少 谢谢慕容总裁 有你们的照顾 我肯定能在神州大展拳脚的宝城冲突 耗掉了他母亲大半身家 虽然母亲没有太多责怪 但他依然希望能够赚点钱弥补母亲 不用客气 这是你应该得到的叶凡淡淡一笑 其实我知道你的内心深处 还是希望回到西方市场 毕竟那里才是你的跟你的滑铁炉 史丹妮一愣 随后抬头 惊讶看着叶凡 似乎没想到叶凡一针见血 东方虽然美好 但西方始终是家 是他有过辉煌和耻辱的地方 他做梦都希望结束流浪的日子 重返故土 在神州好好表现 我给带你重返故土的 叶凡看着成熟不少的史丹妮淡淡一笑 把宋红颜发来手机的讯息 看着史丹妮玩味笑道 听说你曾经是波士顿财团第九继承人 还是哈佛学霸 听说一枪爆掉你爹脑袋的凶手 至今没找到 听说你妈妈这个具有八国王室血脉的巴黎之花 为了给你擦屁股 搭入了家产 搭入了人脉 甚至要搭身子 叶凡连连追问 我还听说 宝城冲突一事后 你跟你母亲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史丹妮先是一正 随后低头苦笑 叶少英明 我确实是一个闯祸精 也是一个废物 我对不起我爹妈 其实我知道 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叶凡目光变得深邃起来 看着史丹妮慢慢包开她的伪装 你从学霸变成恶少 不过是想让别人怕你 这样他们就不敢随便欺负孤儿寡母了 而且你从第九继承人变成一个边缘人物 也不过是你故意自污 目的就是让其他波士顿子弟觉得 你费了NBSSP 你成废物了 你也就失去了竞争的资格 他们也就不会再对你和你母亲下半子 毕竟他们能当街一枪抱头 你父亲全身而退 肯定也能踩死蚂蚁一样 踩死你和你母亲 叶凡语气 多了一丝赞许 不得不说 你这一招走得挺漂亮的 也是你和你母亲自保的最佳法子 慕容若曦 闻言惊讶不已 似乎没想到史丹妮 有这种装风卖傻的水准 史丹妮更是啪一声掉落了红颜白药 右手差一点去摸腰中的武器了 索性触碰到金属冰冷时反应了过来 然而是如此 她的脸上依然是难于置信 怎么都没有想到 叶凡能一眼窥探出 她变成恶少的真实意图 这也太恐怖了 毕竟叶凡今晚才见她第二面啊 史丹妮口前舌燥 接着苦笑 我已经努力高估叶少了 没想到还是低估了 叶凡看着她继续开口 你出发点是不错的 只是你太年轻了 没控制住人性的恶 反而被她反噬了 你在伪装成恶少的过程中 享受到为所欲为的痛快 享受到欺男霸女的快感 你还把欺负的对象 幻想成杀掉你爹 或者昔日凌驾在 你和你母亲头上的仇人 让你手段变得狠辣无情 于是你这个原本想要屠龙的少年 最终变成了那一条恶龙 理论上 当你发现 距离你初始的复仇目标 越来越远后 你会变得越来越疯狂 越来越破罐子乱摔 空虚 痛苦 放纵 让你生不如死 却又无法遏制 只能一步步走向毁灭 索性你命好 在宝城遇见了我 我给了你人生最大的痛苦 但也给了你疯狂人生 一记刹车 叶凡拍拍 史丹妮的肩膀开口 所以我算得上 你人生中的贵人 史丹妮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没有太多废话 只有一句 叶少救我 她有很多情绪 不知道叶凡怎么窥探到那么多 也不知道叶凡怎么如此牛逼 此刻只感觉醍醐灌顶 这种感觉 也让她本能跪了下去 希望不惜代价 抓住面前唯一的救命稻草 慕容若曦 目瞪口呆 看着这一幕 再度发现 叶凡简直就是一座宝藏 永远给人惊喜和神秘 叶凡却没有在意女人的崇拜目光 而是对跪在地上的史丹妮 轻生一句 我跟你说这么多 其实就是在救你了 不用伪装了 不用作恶了 做回原来的自己 放心 你今晚对若曦有恩情 我会服侍你一把的 只要有我庇护 就没有人能再要你的命 也没有人再伤害你的母亲 好好干 做出一点成绩来 我带你重返波士顿财团的巅峰 叶凡还俯身贴着她的耳朵 轻生一句 我还能让你母亲 带上八国的九珠皇冠 史丹妮身躯一阵 接着扑通一声 四肢着地 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我们走 叶凡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史丹妮是聪明人 应该懂得怎么做 她决定扶持史丹妮 除了还她保护 慕容若曦的人情之外 还有就是准备布局波士顿 和重返八国 不知道八国的新晋女王 还记不记得 曾经坦诚相待的男人 第3870章 深不可测 误误 在叶凡带着慕容若曦 跟史丹妮分别走出酒店时 几辆车子呼啸着开了过来 横在了叶凡和慕容若曦的面前 车门打开 焰火带着七八号人 下来四处戒备 接着唐若雪和林天阳钻了出来 叶凡微微惊讶 这唐若雪 怎么总是神出鬼没呢 没等叶凡出声询问 林天阳已经高兴得先生夺人 唐总微武 你保下叶凡他们了 叶凡皱起眉头问道 你们怎么跑来这里了 林天阳重重哼出一声 我们怎么来了 还不是担心 你们被汪家的人踩死了 你还真是吃了豹子胆 不仅敢慕容家族的闲事 还把汪一针这个特使 一枪打死 如不是唐总及时知道这件事 还第一时间动用关系 做了几个交易保你们 你们今晚死定了 没多少实力 又在八国受了重伤 还这样肆意妄为 真是不知死活 他不屑地瞥了叶凡一眼 你欠唐总的人情 估计十辈子都还不清了 慕容若曦看着唐若雪微微惊讶 今晚是唐总化解的危机 是你请汪少过来 举手之劳 唐若雪轻轻挥手打断慕容若曦 她不是一个喜欢被人感恩戴德的人 你们没事就好 叶凡语气淡漠 汪红图和汪家 伤害不了我的林天阳怒笑一声 王八蛋 刚刚受完唐总的好处就装柄 我看你全身不硬就嘴硬 你知道唐总为了保你们就你们 跟汪氏家族或锦一格交易多少东西吗 如不是唐总牺牲了利益 你们现在别说全身而退 就是落一个痛快横死都不可能 林天阳对叶凡自以为是很不顺眼 你们这样不领情 唐总真应该撤销交易 让你们全部巴比 Q叶凡懒的争执 看着唐若雪开口 那就谢谢唐总了 唐若雪瞥了叶凡一眼 脸上有着一丝无奈 你的感谢对我没神用 我也不需要 我现在只希望你少招惹一点事 我能保住你们一世保不住一世 接下来的日子 好好陪着慕容若曦 好好陪陪慕容总裁父母 别再让我担心了唐若雪呼出一口长气 130亿的债 我会替你讨回来的 林天阳对叶凡哼出一声 有良心的话 就多给点佣金 不然就太对不起唐总的付出了 唐若雪挥手打断了林天阳的话头 随后走过来擦掉叶凡耳边的一缕血迹 别说了 我帮叶凡又不是求他回报 还是那句话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行了 叶凡 你和慕容小姐先回去 我去跟汪红图他们打一声招呼 唐若雪微微挺至身子 他百忙之中特地替我过来处理事情 我怎么都要当面说一句谢谢 叶凡揉揉脑袋 其实真没有必要 今晚这烂摊子 是他该收拾的 而且他也伤害不了 砰砰 话音没有落下 只听两记惊天动地的动静响起 接着就看到不远处的地面上 躺着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地面全是血 死得不能再死 林天央吓得搜一声 窜入唐若雪的背后 脸上有着说不出的惊句 死死抓着唐若雪的手臂 显然第一次看到这种高空跳楼的残酷画面 叶凡第一叶凡第一时间 闪出了鱼长剑戒备 慕容若曦下意识想要尖叫 但很快又死死压制住 盯着两具尸体颤抖开口 老太君 慕容苍苑 叶凡击目光望了过去 发现两具尸体正是慕容苍若和慕容老太君 两人脸上全是鲜血 但依然能够辨认他们绝望和不甘的表情 叶凡抬起头望向了酒店 汪红图还真是心狠手辣啊 虽然慕容苍苍若和慕容老太君是今晚的始作俑者 但怎么说也是跟汪红图有一腿的人 给个好死不畏过 结果却是被汪红图逼到跳楼 摔了得血肉模糊 实在残酷 慕容若曦反应过来 挤出一句 这汪红图好毒 她的眼里还有一丝落寞 虽然痛恨老太君和慕容苍若 伤害自己一家 但看到他们死这么惨 多少有些欺然 现在知道汪红图很毒了吧 林天阳颤抖着回应 如不是唐总今晚保护了你们 现在从楼上掉下来的人 就是你们了 叶凡不知可否一笑 就算整栋大楼的人跳下来 也不会有我和若曦两个 唐若曦扫过楼上一眼 行了 别说这些没有营养的话了 你们赶紧走吧 林律师 走 跟我去制止汪红图杀人 有我在 还轮不到她这样肆意忘卫 叶凡 记得 深居简出 不要让我再操心 说完之后 她就带着林天阳等人 走入了阳光酒店 气场强大 众人纷纷避让 慕容若曦扭头望了唐若雪一眼 唐总对你好像余情未了 你们会不会就情复燃啊 叶凡轻轻一拍她的小嘴 不准说不吉利的话 慕容若曦咬了叶凡一口 随后就向着前方跑开了 几乎是叶凡和慕容若曦 刚刚钻入车里离开 阴暗的角落也悄然走出了几个人 正是前二花和马亮平他们几个 他们看着远去的叶凡方向 迸射着一抹寒光 前二花伸手一揉 火辣辣的脸颊 细皮嫩肉的她 至今没从汪红图的巴掌中走出来 我还以为前昭帝 找到什么手可通天的大靠山 不然怎能让汪一针一伙横死 还让汪红图打自己一枪 原来她还是靠唐若雪牺牲利益 再让唐门做说客 来跟汪家或仅一个换取 狗东西 真会狐假虎威啊 今晚的耻辱 今晚的耳光 还有今晚的利益损失 我一定要找钱招地 加倍讨回来 前二花无法报复汪红图 也不敢跟汪家叫板 就只能把仇恨转移到叶凡身上了 必须弄死她 马亮平也是杀气腾腾 不把王八蛋大谢八块 我这口恶气就下不来 她今晚不仅丢掉了代理士手一职 还牺牲了不少利益 才活着从汪红图手里脱身出来 总之 汪红图被叶凡夺走的东西 加倍从现场众人手里抢了过去 这让她心里很是憋屈 也让她觉得是叶凡害了自己 看到马亮平脸上不快 前二花忙出身安抚 放心 钱昭帝很快倒霉的 唐若雪也扛不了几天 明天祭祖 整个钱家会共伤大事 老爷子会请出 班山四脉的高人 钱二花落地有生 所有跟我们作对的敌人 都会死 也必须死 钱家的底蕴 就可古墓一样 不仅深不可测 还非常阴暗 第3871章 生女当如此 在慕容苍月和慕容老太君 横死的第二天 钱氏家族的祠堂鞭炮连连 祠堂内外气球缭绕 红愁乱舞 祭族采气飘飘 台阶长廊也都铺着红地毯 门口停放着近百辆豪车 来自各地的钱氏子侄 纷纷聚集 不亚于一场世纪规模的盛会 临近九点 三辆家常林肯车子 相续抵达祠堂附近 车子停下 马上有钱氏子弟上前开门 众人视野中 先是钱氏三姐妹钻了出来 钱二花一袭白衣 钱参雪一袭烟青色服饰 钱四月则是喜庆的红色礼服 三姐妹不仅身材高挑 气质也是超然 特别是不可一世的轻蔑目光 让不少吊丝自残行贿 接着 他们又转身面向一步缓缓开过来的保姆车 保姆车打开 雍容华贵的钱皇和夫妇 和坐着轮椅的钱少廷出现 今天可是分钱大会 钱少廷伤势再重也必须出院 免得招惹老爷子不高兴丢掉了份额 爸妈 少廷 你们来了 看到父母和弟弟出现 前四月三姐妹乖巧的上前 和颜月色问好 没等钱皇和夫妇出声回应 钱少廷一扫医院的疲惫 眼里绽放着一股子兴奋 大好的日子 我怎能不早点来呢 今天可是分钱的日子 我们一家能分个六七十十亿呢 有这笔钱 我就能去横城 不 好好过日子了 姐 你放心 我跟爸爸都说好了 我们会把钱招定那份也就是二十亿 分给姐姐你们 一人五个亿 你们给爸妈长脸那么多年 还庇护我那么多次 怎么也该报答你们 钱少廷给钱四月他们画着大饼 我们也让其他钱家子智看看 重男轻女 在我们这一脉是不存在的弟弟 有心而看到钱少廷这个样子 前四月的俏脸更加柔和了 带着几分宠溺拍拍她的脑袋 你这么懂事 这么体谅姐姐 也不枉费姐姐平时给你擦屁股 收拾烂摊子了 放心吧 二十亿我们也不会要的 只会转去境外 让大姐存起来 作为我们这一脉的应急资金 前四月高瞻远瞩 哪天有什么扛不住的风浪 它很可能就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条退路 钱二花和钱参选 多微微点头 这些日子 他们经历不少变故 多了几分谨慎和小心 扛不住的风浪 钱少廷嗤之以鼻 在航城 还有什么事我们不能扛 特别是多出这七十亿家产后 我们更加财大气粗前 餐血微微眯起眸子 打击了一下钱少廷 七十亿虽多 但比起一百三十亿的欠款 还差一半啊 这些日子不想父母担心 也不想钱少廷养伤分心 钱家姐妹就没有把一百三十亿的欠款说出来 钱母一愣 什么一百三十亿欠款 谁欠那么多钱 钱少廷下意识附和 是啊 姐 你欠 说到一半 他马上停止了话头 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止不住变得难看起来 相比前四月的无条件宠溺 钱参雪对弟弟则是恨铁不成钢 怎么 想起来了 是不是发现自己闯大祸了 钱少廷额头瞬间渗透出汗水 姐 那是没办法 钱母皱起眉头 究竟怎么回事 少廷难道欠款一百三十亿 兔崽子 你又去豪赌了 妈 我没有 我没有 钱少廷显然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当下把慕容山庄的聘礼比拼 以及被陈桂林威胁说了出来 接着他咬牙切齿 这一百三十亿我确实刷了 但我刷进慕容家族的账户 这钱咱们可以让老太太背 钱母差一点就给儿子一巴掌 白痴啊 慕容山庄现在穷得叮当响 哪里可能有一百三十亿品 李还给我们 钱二花叹息一声 别说慕容老太太没 有一百三十亿了 就算有 你现在想要讨回来 也只能去地府找他了 老太太死了 慕容若曦复仇弄死了他们 钱少廷一愣 接着耍赖 我不管 反正钱被老太太刷走 林家赌场要讨钱 自己去找老太太或慕容若曦 别想着玩耍赖的幼稚 把吸了钱餐学与其冰冷 横城赌场各种运作成熟 还有官方背书 你的欠款也是合法合规 除非你和钱师家族没有钱了 不然你就不要想着逃避债务了 林家会把你榨取的一滴不胜 而且临时赌场 已经委托唐若曦来讨债了钱餐学的 脸上有着一股子凝重 这钱不是那么好赖的 唐若曦 钱少廷的眼里迸射一股怒火 就是那的在慕容山庄 就走钱朝地的贱人 他赶来讨债 老子弄死他 别说我们钱家根深蒂固 就算我们钱家不动手 我丢出十个亿 也能砸死那件人 经过一段日子的疗养 钱少廷都忘记伤痛了 感觉又能手撕叶凡和唐若曦了 闭嘴 钱二花出声训斥钱少廷 告诉你 别对唐若曦玩鹰的 他的能量和实力超出你想象 我和你几个姐姐都亲自出手了 还联合对唐若曦打压 结果不仅没有猜死他 反而是我们丢亏弃甲 而且唐若曦还能把杀掉 汪一针的叶凡庇护下来 他提醒一声 换成你 杀了汪一针 能全身而退吗 唐若曦的恐怖 你可以体会 钱参雪轻轻点头 没错 唐若曦的实力 比我们姐妹加起来还要强 我们这一脉 是很难压制他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过来祠堂的缘故 就是准备等你们分完钱后 跟老爷子他们一起商讨这危机 看看老爷子他们的能量 以及手中人脉 能不能把唐若曦这个 钱家劲敌除去 如果老爷子都没法子 钱家就要砸过麦铁还债了 你们今天分的七十亿 也都要传部填进去 钱参雪把事情的严重性 和今天的主要目的说出来 让钱少廷和父母 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 什么 钱母震惊不已 唐若曦的人弄死汪一针 还能全身而退 这也太妖孽 太恐怖了吧 第3872章千金散尽大会 唐若曦 钱少 亭也是嘴角千动不已 那贱人不是唐门妻子 怎么 会有这种面子和能量 我不相信 钱二花叹息一声 我也不想相信 但却是我昨晚亲 深经历的事情 她超出我想象中的 强钱母和钱少廷 沉默了起来 他们都清楚 钱家姐妹的高傲 唐若曦如不是让他们窒息 不会这种态度 一点小事 不用担心 就在这时 钱黄和大笑一声 重新给予妻子和儿子信心 听二花他们这样一说 唐若曦确实强横 但我们钱家 也不是阮世子 钱氏家族经历好多次臣服 其中四五次的危机 是一千亿都解决不了的困境 老爷子照样摆平 所以今天好好祭祖 祭祖完了 咱们找老爷子帮忙 他会想法子解决的 我就不信 八百钱氏子之 以及老爷子摸金校尾圈子的 三十年人脉 会摆布平 唐若雪 钱黄和大手一挥 行了 时间差不多了 进场吧 钱二花他们齐齐点头 明白 一切听爹的安排 钱母依然恨恨不已 唐若雪该死 但其实最可恶 最该死的 就是那个钱昭帝 如不是钱昭帝 跑回来航程报仇 还引狼入室 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势力 钱少廷 哪有现在的乱子 钱少廷也咬牙切齿点头 等我们度过这次危机 等我伤好了 我一定想法子弄死那王八蛋 说话之间 一行人缓缓向祠堂走去 同一时刻 钱家祠堂的外围 不远处的几个天台 正出现几道身影 手起刀落 把几个狙击手打晕 接着 恶守各个街道的制服男女 也纷纷被一伙 便衣战兵制服接管 十几个身手霸道的武蒙元老 看到不对劲 想要去查看究竟 但还没出门 就被一道令牌 堵了回去 狙击手 制服男子和武蒙元老的 怀中或手机 都有叶凡的大头照 千金散尽大会 即将开始 请各家整队准备 在祠堂外围 暗部汹涌的时候 前黄河和前四月 他们站在了祠堂门口 每个人脸上 都带着毕恭毕敬 接着一个身穿长袍的 轻瘦老者现身 头发梳得笔直 腰身挂着一个令牌 一副先锋道鼓的样子 钱家元老 也是今天的主持人 钱高山 轻瘦老者轻了轻嗓子 对着钱家众人喊道 树高千里必有根 江流万里必有源 祖先赋予了生命和精神 根深则夜貌 远远而流长 根系千怀 蔓延久欲 勤勤红铜 祖祭千秋 今日是钱家各房祭祖之日 也是千金散尽大会 请各知各子之 依照顺序进入 钱高山拿着族谱喊出一声 钱长江 钱孙氏 钱子君 姨脉 静 一个高大魁梧的中年男子 马上捉妻子和女儿出来 昂首挺胸 向入口走去 俨然就是钱黄河的大哥 钱长江姨脉了 比起钱黄河一家 他们这一支 确实人丁单薄不少 钱高山继续读族谱 钱黄河 钱周氏 钱一峰 钱二花 钱参选 钱四月 钱少庭 进 钱黄河忙出声喊 忙出声喊道 钱叔 还有一个 钱昭帝 钱少庭点头附和 钱昭帝也是我爹的孩子 也在族谱上 钱爷爷可不能漏了 钱长江一家 文言下意识转头 脸色不善 看着钱黄河 钱高山扫过两人一眼 意味深长开口 无心大师说过 机关算尽太聪明 容易反悟 轻轻性命 钱母脸色不善 钱叔 老爷子都公告天下了 族谱上的男丁都能进去 都能分钱 你按规矩做事就行 钱二花也免力藏针 钱爷爷 按照规矩做事 最后出事 跟你无关 不按规矩做事 出事容易背锅 钱高山微微眯起眼睛笑道 二妮子 你在教训我 钱二花浅浅一笑 二花不敢 只是给钱爷爷一个善意提醒 钱长江对钱黄河喝道 老二 做事能不能要点脸 钱叔给你们一点体面 你们却不要这体面 还叫板 钱昭帝 钱昭帝 你拿养子凑数 还是多年弃子凑数 不觉得无耻吗 他语气有着生气 你们那一脉 饼抢马撞 财大气粗 还为了多分点钱 不择手段 不丢人吗 钱少廷冷笑一声 多分点钱 那可是二十多亿 大伯 你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你说得这么轻飘飘 闭嘴 少廷 怎么跟你大伯说话的 一点家教都没有 钱黄河训斥了儿子一句 接着对钱长江绽放一个笑容 大哥 你打小看着我长大 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怎么可能为钱不择手段呢 昭帝只是走失 可不是我们丢弃 我们一家一直把他当成血清 也一直念着他 二十多年都没忘记寻找 你不相信的话 你去我们家别墅 我们的地下室至今保留着 昭帝走失时候的样子 他不是我们亲生的 但胜死亲儿子 所以不管他有没有找回来 我都在家里给他留一个位置 我们不仅今天给钱昭帝 领取老爷子的资产份额 我百年之后 也会给钱昭帝留一份 跟少廷一样的遗产 所以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尽管开口 可千万不能说 钱昭帝不是我们一分子 我会伤心的 钱黄河一副情真一切的样子 再说了 族谱有他名字 他就有全县分资产 钱长江差一点被气得吐血 虽然知道钱黄河一脉搞事 但这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 他也无力回天 前四月补充一句 我们还决定 拿到钱昭帝的份额后 拿出一个一来 分给大家 算是替昭帝孝敬大家 一众钱家子职文言纷纷叫好 只要能给自己发钱 那就是自己的义父义母 钱高山看了钱黄河一眼叹息 你确定钱昭帝算入你们这一脉 钱母点点头 确定 他是我们的孩子 哪怕人还没有找到 也依然是我们一份子 心尖尖 好 钱高山摇摇头 接着喊道 钱黄河 钱周氏 钱一峰 钱二花 钱参雪 钱四月 钱少廷 钱昭帝 道 就在钱黄河和钱二花等人露出得意笑容时 一个极其不和谐的声音突然炸起 钱氏家族钱家二脉养子 钱昭帝 道 第3873章准入祠堂 钱昭帝 道 简单一句话 不仅让钱高山他们震惊不已 还让钱二花等人炸锅 一个个被捅烧火棍一样转身 看着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夜反 钱高山微微张嘴 你是钱昭帝 钱长江和钱子军等人 也生出兴趣看着钱家这个失踪多年的养子 换成以前 他们肯定会排斥这个写入族谱的家伙出现 但今天他们却愿意做一个看戏的乐子人 毕竟他们都不想钱黄河一脉多拿二十多亿 王八蛋 你来干什么 钱四月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一个剑步窜到叶凡面前拉住他 你是怎么过来的 钱家姐妹担心过叶凡冒出捣乱 所以在出入口和制高点都安排了不少人手 不惜代价阻止叶凡现身 可没想到 洒出去的几百号阻挡叶凡的骨干 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 让叶凡轻飘飘来到了祠堂 钱二花和钱餐雪 他们全都目光灵力盯着叶凡 如果目光能够杀人 他们估计已经把叶凡穿了几十个洞 叶凡却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态度 只是手指点点钱高山手里的祖谱 我来干什么 四姐刚才难道没有听到 钱家二卖养子钱招地几个字吗 我是上了钱家祖谱的人 今天祠堂开大会 我身为钱家在册子职 我当然要参加了叶凡一笑 而且我二十多年没露过脸 是时候让钱家子职认识认识我了 钱少廷文言怒吼不已 狗东西 你不是钱家人 你没资格参加祭祖大会 没资格 啪 叶凡没有半点废话 上前一步狠狠抽在钱少廷的脸上怒斥 混账东西 我是你大哥 你身为晚辈 怎么跟我说话的 你不仅没大没小 还剥夺我钱家子弟的资格 你当自己是组长还是老祖宗 我不是钱家人 你当大家耳朵都聋了吗 刚才你们还一口咬定 我是你们至亲至爱 思念了十几年的亲人 现在转眼就说我没资格参加祭祖大会 是你们心里根本没有我呢 还是只想靠我图谋力 再说了 钱长老手里的祖谱 可是我有钱昭帝的大名 轮不到你一个轮椅废物 说是或不是 叶凡毫不客气 落着钱少廷的脸 还不忘记嘲讽钱皇和一家子 钱少廷差一点被扇在地上 捂着疼痛的脸颊怒吼 你敢在钱家祠堂打我 叶凡风轻云淡一笑 怎么 我身为你哥哥 还不能打你 钱昭帝 前四月眸子迸射一抹怒火 你不要太放肆 叶凡耸耸肩膀 我没有放肆 我只是娇娇钱少廷做人 免得他将来闯祸 给我们钱家带来灭顶之灾 钱母安娜不住喝出一声 我的儿子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你也没资格对他动手 钱昭帝 十几年没见 你还是一如既往恶性 我真后悔当年没把你活活饿死 你现在赶紧给我滚蛋 我可以念在昔日母子情分 放你一马钱母咬牙切齿宛如毒蛇 不然 我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的叶凡 没有生气 反而打量而打量了一下 风韵犹存的第一任养母 钱妈十几年过去了 怎么还是这样急躁沉不住气啊 我还以为我们要演绎出母慈子孝呢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撕破脸皮 这有点无趣啊 看来你们还真是对我那分二十多亿 是在避得了叶凡露出一丝细血 可惜 你们今天的如意算盘注定要镂空 钱母差一点气坏 你 钱参雪深深呼吸一口长气 挥手制止了父母和弟弟发飙 走到叶凡面前开口 昭帝 十几年前的事情 我们确实有些不对 我也能理解你现在对钱家的报复 可是冤家一解不一解 你现在平安长大 我们现在也吃了不少苦头 咱们就不要再争斗下去了 我知道你背后有唐若雪 庇护有唐门撑腰 可我们钱家也不是你想象中的软狮子 不然陈桂林他们也不会死在我们手里了 这样你离开钱家祠堂 同时全权授权给我们领取份额 我们给你两个亿两个亿 足够你一辈子锦衣玉石了 如果你点头 你就可以拿着钱 潇潇洒洒洒过日子 全球环形 香车美女 逍遥快哉 如果你非要死磕 那我们也不介意跟你和唐若雪 血战到底你应该清楚 唐总现在压得我们有些喘不过气 只不过是我们还没抱定死战的决心 毕竟打拼这么多年 不到逼不得已 都不想打烂自己的家当 但真的没有选择必须血战时 我们就会不择手段死磕 哪样一来 你会死 唐总也是伤筋动骨 你是聪明人 应该知道我没有吓唬你前 参学软硬兼施 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不用考虑 叶凡毫不犹豫开口 在你们姐妹给我栽赃陷害的时候 我跟你们之间就已经注定不死不休 对我开出了致命的一枪 不管打没打中我 你们都是我的死敌了 今天 这钱家祠堂 我钱昭帝禁定了 叶凡上前一步对钱高山喊道 钱长老 钱家在册子之前昭帝 前来祭祖 请求如此 钱高山迟疑了一下 捏着笔望了望钱黄河 钱长江和钱子军 他们也皱起眉头 虽然钱黄河一脉贪得无厌 可钱家祠堂让外人进入 多少有些忌惮 毕竟有个成语叫隐狼入室 钱少廷也怒吼一声 钱昭帝 你资格进去 你没资格 钱母也出声附和 你想要夺走钱家的东西 要先问问我们二房这一脉 问问钱长老 问问钱家子弟 叶凡似乎早料到他们这种态度 张开双臂对着钱长江他们喊道 钱昭帝今日前来 不为钱不为名 只想跟钱家上下同乐 不管千金散金大会 我能分多少钱 这笔钱 我都会平分给钱家其他子职 钱长老 乃至大伯 大伯十亿 钱长老三亿 剩下七个亿 给钱家其他子职 太公分猪肉 人人有份 叶凡生卷全场 而我 一分不胜 钱高山马上长生而出 在侧子职 钱昭帝 准入祠堂 钱长江负荷 准 钱家子职齐齐呼喊 准 第3874章又该如何自处 钱昭帝是钱家在侧子职 有资格入祠堂 钱昭帝给社团立过功 我支持他进祠堂 钱昭帝我打小就看他是人才 以后肯定能给钱家光宗耀祖的 可以进祠堂 比起钱四月他们承诺的一个亿 毫无疑问 叶凡的二十亿更有诱惑力 特别是钱长江和钱子军 更是打了鸡血一样激动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了 而是掉肉饼了 十亿啊 叶凡直接给他们十亿 那是能让他们少奋斗二十年的数目 当下他们再也顾不得什么影狼入室了 纷纷举手表决准许叶凡入祠堂 钱长江更是高兴地连连拍打叶凡肩膀 生子当如此啊 生子当如此 钱高山依然保持着不食人间烟火的长老风范 但翘起的嘴角却是AK都压不住 钱少廷和钱四月文言差一点被气死 没想到钱家子侄这么没有骨头 大伯 你老糊涂了吗 你啥时候看过钱昭帝 还打小就聪明 你怎能为了钱不要脸呢 钱子军 钱昭帝就一个养子 还早早就流浪在外面 啥时候给家族立过功做过贡献啊 我们反对钱昭帝进入祠堂 钱昭帝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你今天是故意来捣乱 故意让我们内讧的 你就是小人钱参雪和钱少廷愤怒不已 纷纷表示不能允许叶凡进入祠堂 他们要的是名额 可不是叶凡分钱 这时 不少听到动静的钱氏子弟跑了过来 了解到来龙去脉后 纷纷支持叶凡 转而跟钱四月他们争吵起来 叶凡抓了一把瓜子 悠哉悠哉嗑了起来 他今天过来 既是算账 也是当乐子人 行了 别吵了 钱高山咳嗽一声 接着板起脸呵斥 祠堂面前 吵吵闹闹成何体统 被大哥和无心大师看到你们这样子 分分钟取消你们分钱的资格 钱昭帝能不能进祠堂这件事 我这个老人来说一句公道话 我原本不想让钱昭帝进祠堂的 是钱皇和你们一家吵着 他是你们家人 是祖谱的在侧子值 逼着我承认 怎么 钱昭帝没出现 他就是你们寻找二十年痛彻心扉的好儿子 现在他出现了 他又成了你们家里人人唾弃的坏儿子了 变色龙都没有你们家会变色 钱氏家族也不允许你们出尔反尔 言而无信 我还记得二女子他们说了 如果我按照规矩来 出意外了 就跟我无关 如果我不按照规矩来 出意外了 我这个老家伙就要背锅 所以今天就别说什么废话了 全部按照规矩来 老组长说了 在侧的钱家子职全都有资格进祠堂 钱高山大手一挥 我宣布 钱昭帝 有资格入祠堂 钱黄和脸色一变 钱书 三思 我不用三思 钱高山落地有声 我按照规矩办事 是对是错跟我无关 有什么意见去对组长他们 让他们修改族谱 叶帆竖起大拇指 钱长老大气 钱高山和钱长江 他们大笑着 簇拥叶帆进入祠堂 钱少廷气得直锤轮椅 狗东西 太嚣张了 太无耻了 拿我们的钱 收买大伯他们 太可恶了 钱母也是咬牙切齿 当年就不该拿她来招地 不然哪有现在这摊子烂事 想到她一向厌恶 和看不起的叶帆 拿走二十多亿 钱母就感觉 比杀了她还难受 钱餐血淡淡开口 爸妈 弟弟 不用担心 上帝要其灭亡 必先让其疯狂 叶帆现在被钱爷爷 他们捧得越高 待会就越可能 被他们往死里踩 叶帆能够他们分二十亿 那他就是他们的爷 钱餐血看得很透 如果叶帆分不了二十亿 或者不肯给 那就是杀父仇人 钱少廷一政 什么意思 前四月领悟到 钱餐血的意思 绽放一个笑容开口 三姐意思是 叶帆背后 有陈桂林和唐若雪那帮人 他拿到二十亿 不可能给钱 爷爷和大伯他们的 叶帆真的一分不留 分给大家 他怎么向唐若雪 那些同伙交代 唐若雪他们拼死拼活 庇护他 还给他擦屁股 没有巨大的好处 他们就会捏死叶帆 他补充一句 所以叶帆最终 会把二十亿拿走 钱母一拍脑袋 一旦叶帆不给大家分钱 钱高山他们肯定会发难 这些老东西看着人畜无害 其实 他点到位置 没有再说下去 但谁都能感受到 钱高山他们的可怕 钱少廷皱起眉头 万一叶帆真把二十亿 分给大家呢 他倒霉 但我们也少一大块肉啊 钱餐血轻轻挥手 分给大家 那他也该先拿到二十亿 有我在 他没机会拿到老爷子 这笔钱的 说完之后 他就微微偏头 带着钱黄和他们走入了祠堂 钱餐血他们走入扩大的祠堂 正见叶帆跟领导一样 跟钱家子侄不断握手 称兄道弟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叶帆是钱氏家族的核心人物 钱高山还拿出一炷箱递给叶帆 来来来 昭帝 你二十多年第一次祭祖 献给祖宗上炷箱 慢 看到叶帆拿着木箱吹了吹 准备向排位走过去 钱餐血喝出了一句 钱爷爷要按规矩办事 那咱们今天就全部按规矩来 既然大家都认定钱昭帝是钱家的人 钱昭帝也自认是钱家子侄 那他就必须受钱家的规矩束缚 如果钱昭帝作奸犯科 损害钱家利益 那么按照钱氏家法 应该鞭打一百 然后再送法办钱餐血 钱翠利落地将了一军 钱爷爷 大伯 你们说呢 钱高山微微一愣 随后点点头 如果子侄真的作奸犯科 还证据确凿 确实要在祭祖的时候鞭打一百 向列祖列宗赔罪 毕竟有罪之身进入祠堂 是对老祖宗的冒犯 可钱昭帝这孩子 我怎么看怎么善良 他怎么可能干出 羞辱列祖列宗的事情呢 他大意凛然看着钱餐血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钱餐血目光凛厉地盯着叶帆 声音带着一股子消沙 我手里有钱昭帝 做奸犯科的足够证据 钱昭帝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如果你现在就滚出这里 我可以考虑不公布证据 让你免受鞭打 钱餐血声音一沉 不然 你就等着承受 钱氏家族的家法处置 钱少廷兴奋起来 对 对 他勾结外人 伤害钱家子侄 图谋钱氏家财 还损害钱家利益 打死他 好 我接受 叶帆眼睛亮了起来 扫视着钱餐血 和钱二花等人 如果我有罪 我愿意接受钱氏家法 一百边刑 但如果是你们污蔑 或者你们有罪 那又该如何自处 叶帆声音席卷全场 你们 也会接受钱氏家法处置吗 第3875章 谁比较大 如果你们污蔑或者有罪 你们也会受鞭打吗 叶帆对着前四月 他们重复了一句 让钱少廷他们 微微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 叶帆还能反击 钱餐血 还嗅到了一抹危险 感觉十拿九稳的叶帆 好像要滑出去 不然怎么能笑得那么旺盛 你们一家子 怎么不出声望 叶帆追问钱餐血 我坐监犯科 你们就可以用家法 处罚我这个钱家养子 你们坐监犯科就不行 钱母反应过来 下意识喊道 混账东西 你一个捡来的 怎能跟我们相比呢 夫人 叶帆文言绽放一个玩味笑容 接着站在钱高山 和钱长江中间 大意凛然 祠堂可是象征 公平公正的地方 钱长老他们 更是一碗水端平的人 我跟你同在 钱氏家族的族谱 就意味着 我们是同等身份的人 而且天子犯法 与民同罪 叶帆振振有词 这鞭子打得了我 也应该打得了你们 不然何以服众 何以面对列祖列宗 钱家子侄纷纷响应 公平 公正 天子犯法 与民同罪 钱长江也站了出来 手指点着钱雷霆 他们开口 虽然咱们是血清 还是兄弟和博直 但不得不说 昭帝说的有道理 要么一视同仁 摆在桌子上来 要么别搞那么多幺蛾子 钱长江站在 叶帆的身边补充 所以你们想要用家法 惩罚昭帝之前 首先要问问自己身子 正不正 钱皇和声音一沉 我们一家 当然清清白白 钱钱静静 钱少廷神情犹豫了一下 毕竟他这个赌徒恶行不少 但想到叶帆一个吃软饭的外来户 他又底气十足 他钱的坏事 叶帆还不够档次知道 当下他也昂首挺凶 没错 我爹说的对 我们一家既得行善半生 从不胡作非味 对得起列祖列宗 那就得了 叶帆大笑一声 我坐监犯科 我受鞭打一百 你们如果污蔑我 或者你们有错 你们受鞭打 怎样 好 在钱少廷的神情犹豫中 前四月钱脆利落地站了出来 我答应你 如果我能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有罪 你就跪下来老老实实挨一百遍打 还要把份额交给我们 如果我的证据不充分 或者我也有罪有错 那么我跪下来挨打一百遍 钱朝地落地有声 同时我会给你一个亿的赔偿 叶帆点头 好 就这么定了 钱长老他们见证 前四月趴的亮出一份资料丢给众人 我这里有钱朝地坐监饭客的资料 其一 钱朝地在机场拐卖小女孩 还偷窃黄金 资料有叶帆被安保人员包围的画面 抹黑钱是家族声誉 其二 钱朝地捣乱青云商会的签约现场 导致孤儿院开发始终没成功 损害了钱家巨大利益 其三 钱朝地联合陈桂林等凶徒 绑架和勒索钱少廷等人 严重破坏钱是家族的人脉 其四 钱朝地在马路上 袭击制服探员的检查 伤害多人 无视国法 严重影响了二姐的升迁 其五 钱朝地跟慕容若曦肆意妄卫 打死汪一针等龙都子弟 骇马释手丢掉帽子 给钱家埋下巨大隐患 这种给家族抹黑和损害利益的子职 难道不该受到鞭打吗 不该给列祖列宗赔罪吗 钱四月手指点着资料 阵阵有词 我希望钱爷爷按照族规 在列祖列宗面前对钱朝地进行严惩 钱少廷兴奋喊叫 打死他 打死他 不少钱家子职看着资料都下意识点点头 如果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叶凡进猪笼都够了 钱高山看了一遍望向了叶凡 朝地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污蔑 污蔑 叶凡毫不客气地回应 这是钱四月他们对我的污蔑 我不认这些罪行 钱参雪声音易冷 证据确凿 轮不到你不认 钱朝地 我劝告你 还是老老实实认罪吧 只要你现在把份额给少廷 再发誓永远离开航城不回来 我可以让钱爷爷 只打你十下钱参雪 对叶凡发出了警告 不然你就等着被活活打死吧 钱少廷打了鸡血一样喊道 打死他 打死他 钱母和钱二花 他们也都幸灾乐祸 看着叶凡 似乎讥讽她的不识好歹 搞到现在陷入处境 这些东西 我不会认得 叶凡漫步精心开口 因为你们这些指证 没有半点权威性 你们说我罪行累累 我就罪行累累啊 你们说那些是证据 就是证据啊 叶凡望向了钱高山 钱长老 我想要问一下 有没有罪 是单方面指证 还是需要权威认证 当然需要权威认证 钱高山望向了前四月他们 你们这些证据 无法证明真假 在没有甄别之前 叶凡还是无罪的 钱长江也点头 没错 除非你们拿出 叶凡犯罪的官方记录 不然这些指控 就是一堆废纸 前四月差一点气死 你们 钱二花微微皱眉 钱昭地 我们这些人 正物证都有 你想要胡搅蛮缠混过去 眉门叶凡文言 嗤之以鼻 接着啪的一声 掏出一张纸 递给众人 你那些人证物证 有个屁用 我有这一张 无犯罪证明 无犯罪证明啊 一个小时前 才打印出来的 上面还有大大的 工章和我照片 所以你们说 你们的这些证据 这些资料有用吗 有吗 叶凡把无犯罪证明 在众人面前晃了晃 让他们看清楚 上面的字眼和工章 钱高山和钱长江 他们齐齐点头 没错 是无犯罪证明 货真假时 叶凡把无犯罪证明 放在前四月 和钱二花的面前 脸上带着一股 子玩味笑容 前四月 不 钱二花 你可是探员之花 你应该认得这东西 也应该知道 它代表了什么 你现在说一说 是你们手里的资料 分量重 还是我这一页 无犯罪证明的分量重 究竟是你们这些 没经过 甄别的指证有效 还是我这上面 一个工章有效 他轻轻拍着 钱二花 高高挺起的身子 你大 还是他大